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332集 司徒南 这是一个看不清面貌,由黑器组成的人影,只能看到在双眼的位置有两团幽光 王林神情凝重,这廖凡是他所遇到的敌人中不多的几个虽说是化神中期,但法宝却层出不穷者 这样的修士极难对付 黑器化作的人影咧开大嘴,透出一声咆哮,身子一动向着王林冲去 他速度极快,身子未到时,庞大的阴寒之气便立刻扩散开来 一股危机感立刻在王林心中升起 山谷外的草地顿时化作冰晶 风一吹,立刻成为深蓝色的碎末 甚至连四周的山谷崖壁,此刻也被这阴寒之气冲击下 立刻被蓝色薄冰覆盖 这种寒,抵制冰雪之寒还要重上数倍 这气息疯狂的云游,漠然间笼罩王林四周 寒气入体,他的血液甚至都要被冰冻 察觉到这气息的瞬间呢,王林心神一震 他双目立刻大亮,这气息他极为熟悉 分明就是与黄泉生窍诀修炼而来的阴寒气息一般无二 这时,对方散出的阴寒之气却是比自己修炼的要强大无数倍 只有当年司徒男以他的身体施展时,才能与之一比 他身子立刻后退,同时右手掐掘,向前一指 顿时,许久未曾使用,以黄泉生窍诀修炼而来的冰炎 在他身体内颤动中,漠然从指尖透出 这是一团深蓝色的火焰,他散发的不是热浪,而是寒霜 冰炎出现的瞬间,侵入到亡灵体内的阴寒气息 立刻消散,就连四周的阴寒之气也立刻化作一道道黑气 被冰炎吸收,那冲击而来的黑气化作的人影 立刻一顿,双眼幽光飞快闪动,盯着那冰炎 口中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黄泉冰炎,即便是老夫当年徒孙留下的黄泉道 也无法修炼出如此纯净的冰炎 你到底从何处得到的黄泉声巧诀 黄泉身子立刻后退 几步之下便退到了山谷包塔范围之内 停了下来 你是谁 黄泉听到那黑气中的声音 以他修炼五百年的心神也不由自主地为之震动 这种震撼是他几乎从来没有过的 黄泉的头皮有些发麻 这声音他太熟悉了 不管你从何处得到 今日都要死 老夫死图难 那黑气人影说着速度极快 已然来临 冲进了包塔范围之内 右手向着王林头部横扫而来 王林压下心中的滔天震惊 口中大喝 退 立刻 周一问鼎修为的一丝神念 从包塔内传递而出 顿时那黑气化作的人影仿佛被一股大力撞击般在王林森前三寸之外硬生生的止住 不甘心的大吼一声 他身子猛的向外抛出 在抛出的这一过程中 他身上的黑气消散 只剩下一只断臂 一把抓住震惊的看着这一幕的撂帆 一闪之下消失在山谷外 王林蒸蒸的望着对方远去的身影 喃喃自语 司徒南 不可能啊 怎么会这样 他心神大乱 右手一招 把羽毛收起 茫然的回到了山谷内 坐在包塔下 抬头看着天空 与司徒南在一起的一幕幕闪过心头 司徒南 他说自己是司徒南 周如从包塔内探出小脑袋 看了王林一眼后啊 立刻乖巧的走出 坐在王林对面 他这几年呢 从未看到过眼前这个叔叔 有如此一般的表情 好似在迷茫 又好似在回忆 坐了一会儿 周如粘了起来 眼睛一转 捏手捏脚的跑到造坊 出来时啊 手中多了一个大碗 里面装着周 叔叔不让我给神仙姐姐喂吃的 我就悄悄去喂 他从王林身后绕过 钻入包塔 立刻欢呼一声 司徒 王林目光一凝 右手点在眉心 立刻他整个身子化作七彩之色 消失在原地 天逆空间内 四周的那些奇异的发光体 依然如故 王林看都不看一眼 现身后向前踏步而去 没过多久 他便来到了司徒南 原鹰所在之地 在司徒南那巨大的原鹰旁 父母的魂魄散发着柔和之光 使得王林的心境慢慢平息下来 他先是给父母魂魄磕头 默默地看了许景 这才把目光投向司徒南的原因 司徒南盘膝坐着 双目紧闭 身上并未如以前那般黯淡无光 但也好不到哪去 只能说略有恢复罢了 王林望着司徒南自语道 司徒的原因在这里 那么刚才的那人 为何说自己是司徒南 莫非是同名同姓之人 可若真是如此 为何对方也会使用黄泉声窍诀呢 王林沉默 目露沉吟之色 少请他目光一宁 司徒曾说过 当年他与几个非珠雀星的修士 抢夺天逆珠子 后来肉身破碎 不得不舍弃 原因进入天逆珠子内 这才躲过此间 王林眼中越来越亮 他想到了刚才看到的那个断臂 黑气是从断臂上散发而出 那自称是司徒南的人影 也是从断臂上换火 莫非当年司徒的肉身 被人取走炼花 从而产生了一丝神识 王林心中大胆的猜测 但又并非确定 许久之后 他长叹一声 看着司徒南的原因 苦笑道 司徒前辈 那若真是你的断臂 我倒有些相信你以前和我说的 你是朱雀星第一高手的话的 王林摇头 自始至终 他都不是很确信司徒南的话 而且越是修炼 这个想法便越重 朱雀星第一高手 是朱雀这个称号的所有者 司徒南除非当年是朱雀 否则的话不可能是第一高手 而且这司徒南在天逆空间内 已经无数年 即便当年他真的是第一高手 可是现在 这么多年过去 怕是也有所不足了 沉默少许 王林再叹 走出了天逆空间 雪玉国 冰雪神殿之中 一座完全由冰晶制作的宫殿内 一个看起来平常至极的中年男子 坐在椅子上 在他的身前有一套暗红色的茶具 下手方站着两人 这两人一男一女 均都是白发苍苍 站立不动 中年男子拿起一棚的竹简 轻轻地倒出一丁点茶叶 右手在一旁拿起一块冰 放在茶壶中一点之下 立刻冰块融化 随即沸腾 一股苦涩之味立刻从茶壶内升起 顿时弥漫整个大厅 中年男子拿起茶壶 把里面的水全部倒掉 随后再次拿出一块冰放入 催化沸腾之后 这一次一股奇异之香顿时升起 立刻把大殿内的苦涩 冲得一干二净 整个大殿笼罩在这浓香之中 甚至在大殿外 这香味也不散 天雀与丝的味道 即便是天天去闻 也不会有怨烦的一日 可惜此茶太少 我也只是在朱雀国 偶尔获赠一些 你二人运气不错 我来品尝一下 中年男子说着 拿起茶壶倒了三杯 一壶茶只有三杯 便所剩无几 下方二人连忙上前 各自拿起一杯仔细品味 只不过那老玉啊 却是心不在焉 也不嫌烫 一口喝干 盯着中年男子说道 宗主 茶也喝完了 还请出手 把那曾牛擒杀 中年男子颇为心痛的 看着老玉遭她茶水 看着 那曾牛 只不过是小人物而已 若非朱雀山上传讯 不让人动她 早就有人取她性命了 可是她居然敢断 红袖一臂 红袖是我雪玉国的希望 宗主 你莫要忘了 你之所以可以达到应变 正是因为红蝶 那老玉抬头说道 至于旁边的老者 则是低头喝茶 一语不发 中年男子目光见了 盯着老玉 欢欢说道 我不会忘记 但也用不着你来提醒 老玉沉默不语 许久之后 说道 还请宗主出手 中年男子拿起茶杯 抿了一口 说道 这曾牛 又受雷蛙 又发宝一对领导 一杆可以幻化 无数尽致的小旗 还有一把 无坚不摧的飞剑 另外根据 廖凡最新的消息 这曾牛 还掌握了 昔日黄泉道的功法 这些都是七次 最主要的 这曾牛手里有一物 此物 虽说世面小旗 但却有一股 可以毁灭一切的气息存在 老玉一争啊 目光闪动 说道 原来宗主 一直都在调查此人 中年男子点头说道 嗯 能被朱雀山看中 提出要与红蝶一战之人 我岂能不注意 朱雀的名号 未来一定属于红蝶 我岂能让人去破坏 我派廖凡拿我法宝 前去试探究竟 倒也探出一些事情 老玉恭敬的低头 不在言语 只不过 现在不是杀他的时候 要等他与红蝶一战后 到时 他无论胜负 我都会亲自出手 把他杀死 而且此人擅长逃顿之法 我在巨魔族的好友 传来消息 他怀疑 巨魔族的星罗盘 也在此人手中 有了此盘 这增由一旦撕裂空间 进入虚无之中 除了应变后期的老怪 无人能追得上 周年男子 再次喝了一口茶水 欢欢说道 老玉眉头一皱 抬头说道 宗主的意思是 要杀他 必须一次成功 我若出手 他定会逃走 所以 一旦出手 我会先布置一个大阵 防止他撕裂空间 并且请巨魔族出面 如此一来 有了两个应变期修士 即便此人 有通天之威 区区一个化身期修士 杀他 可谓是十拿九稳 本宗主 不出手则已 出手 必须成功 中年男子 平淡地说道 老玉脸上 恭敬之色更浓 此刻 旁边的老者 放下茶杯 笑道 去去一个化身 终其修士 我们是否有些 小题大做了 中年男子 微微一笑 说道 你可知 他的意境为何 老者抬头 根据红蝶传来的信息 此人的意境 乃是轮回之下的生死感悟 能感悟如此意境之人 即便是化身期 也不能小缺 中年男子眼中 露出了一丝感慨 老玉沉默 他内心暗叹 实际上 他极力主张 杀着曾牛的原因 乃是当年 他为红蝶算的一贯 红蝶有一截 他担心死结 会硬在这曾牛的身上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 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里面的词》 我们下一次的词